1947年,52岁的蒋亭福屡次提离婚未遂,又来到妻儿的住所,妻子一见他,张口就问,你想过我们的金婚吗?蒋亭福顿时崩溃了,回道,我希望立刻就死去,妻子随即附和,那我们就一起死吧。 这一年,距离他们的银婚还差一年,那时的唐玉瑞大概是百思不得其警,他和蒋亭福究竟是因何走到了当下的这一步?这里是胜历史,订阅我,融入历史的大舞台,成为时间的见证者,妻子家人海外相逢。 蒋亭福在清末时期出生,当时他的家庭条件良好,因此小时候的蒋亭福就能够接受当时较为先进的教学条件,自幼被家人寄予厚望的蒋亭福,希望自己长大后能够出任一官半职,但是战争和动乱打破了这个愿望,在科举被废后,蒋亭福在学校开始接受西方教育,这种教育和他自小接受的儒学差异很大,蒋亭福在学习中渐渐升起了兴趣。 16岁的蒋亭福终于得到了一次机会,教会愿意资助他前往美国留学,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学习不仅彻底打开了蒋亭福的思想,让他接受新思想洗礼,还为他带来了一个美丽家人,当时哥伦比亚大学还有一个美丽的中国女孩在读书,她名为唐玉瑞和蒋亭福一样,唐玉瑞对于西方文化十分感兴趣,二人志同道合,又在孤苦无依的海外独自求学,就这样, 才自家人走在了一起。 多如爱河的二人,就如同神仙眷侣,共同完成学业,共同抵抗家人的阻力,共同追求先进的思想。 当时蒋亭福家中早有一门亲事,本想着等蒋亭福回国成婚,但是没想到,唐玉瑞和蒋亭福直接在回国的轮船上结了婚。 文传婚礼,牧师见证,这一切对于当时的中国社会都是十分新奇的,他们二人的婚礼还在国内火了一阵,蒋亭福的家里也只能接受,更别提唐玉瑞的家境良好,作为上海名媛,他和农村地主的蒋亭福还是存在一定差距。 回国之后,蒋亭福先后在南开大学,清华大学教书,当时他还着手对清华大学的历史系展开改革,效果显著,这边,唐玉瑞的事业本来在回国的时候风生水起,他在南开中学教书,还曾经在晚会上独奏钢琴曲,二人婚后育有四个孩子。 看起来琴瑟和鸣,夫妻恩爱,但是这种童话故事的背后却是一地鸡毛。 在蒋亭福被聘请去清华大学教书后,唐玉瑞只能无奈放弃自己的事业,全职做一个蒋太太,在家中照料孩子,照顾丈夫的唐玉瑞,也渐渐失去了曾经的光辉。 他的生活只有蒋亭福,但是蒋亭福却是一个有名的社交男,二人的性格,兴趣南辕北辙,伴随着蒋亭福的名气越来越大。 他受到了国民政府的邀请,本就有报效国家的志向,蒋亭福依然决定自己不能埋头询问,要为国家付出自己的一份力量,于是弃文从政,开始了一名外交官的人生。 蒋亭福在外越是风风火火,回到家中,就越感到妻子唐玉瑞的无趣和枯燥,他便越不想回家,这种恶性循环一直到他遇见了另外一个女人才结束。 指纹新人笑,哪听旧人哭,一个男子愿意与发妻绝恋,苦苦纠缠十八年只为了给第三者名正言顺站在他身边的身份,这样的男人,不知道该说他身情还是无情,但是毫无疑问,这个第三者的段位绝对不低, 比前几天被骂上热搜的绿茶林游泳,不知道高多少倍。 这个高段位的第三者,叫做沈恩亲,遇见蒋亭时,沈恩亲是蒋亭福好友姜维泰的妻子,看到这儿,我们不得不承认,有些时候,名人圈就是这样的混乱。 他们是在桥牌桌上认识的沈恩亲的美貌,即使,浑身上下散发着少妇的万种风情,深深迷住了蒋亭福,蒋亭利用植物之便,直接将好友调走,为了爱情。 蒋亭福已经彻底的不管不顾了。 从1944年开始,他们一起度过了四年时间,沈恩亲和丈夫离婚,蒋亭开始着手准备二人的婚事,准备婚事的第一件事,就是和发妻离婚。 然而,唐玉瑞抵死不从,这让蒋亭彻底没辙了,一夫一妻,早已深入人心,且有法律支持。 蒋亭福作为政界要人,自然不可能在和唐玉瑞婚姻还在的情况下,再娶沈恩亲。 为此,他们辗转来到了美国康州,如愿以偿地娶了心爱的女人。 然而,这一举动彻底激动了一直忍让的发妻。 妻子大闹联合国。 蒋亭福的如意算盘打得很惊,她开始带着秘书沈恩亲出入各种外交场合, 目的不仅是向外人公开自己与沈恩亲的亲密关系,还是做给唐玉瑞看的。 她在向唐玉瑞宣战,逼迫对方主动提出离婚,为了加快实现自己的计划。 蒋亭福还带着沈恩亲前往巴黎,参加第三次联合国会议,在前往法国的轮船上, 其他人都是住着600美元的包厢,只有蒋亭福选择了2400美元的豪华套房。 她迫不及待地向沈恩亲求婚,并且将这间套房称为新婚套房。 蒋亭福的高调示爱方式,让她和沈恩亲的恋爱关系迅速在巴黎街头传开。 人们都知道,蒋亭福有了一位新的蒋太太,蒋亭福干脆一不做二不休。 仗着自己的身份委托律师,在唐玉瑞不知情的状态下,与墨西哥宣布与其离婚, 紧接着在美国康州与沈恩亲举办了隆重的婚礼。 在美国陪儿子治病的唐玉瑞,通过报纸上的新闻看到了丈夫震惊世人的离婚操作, 这位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坐不住了。 她不是逆来顺受的普通女人,她是无法忍受丈夫的情感背叛。 而且,根据当时的中华民国法律,婚姻实行一夫一妻制,蒋亭福的行为属于重婚。 唐玉瑞决定以自己的方式予以回击,这时的蒋亭福长期拘留美国。 她心安理得地认为,刻意与沈恩亲生活在一起了。 哪里想得到唐玉瑞和她展开了一场拉锯战? 唐玉瑞表示,不承认蒋亭福单方面的离婚声明。 她首先向美国多个法院起诉丈夫通奸罪,结果请求被驳回。 她又找到了国内的申报,刊登自己的遭遇,争取社会的同情。 可是接二连三受挫,原因只有一个,蒋亭福的人脉太广了。 直到唐玉瑞找到了联合国总部,她那个醒目的抗议排一局,蒋亭福的私事彻底暴露在世人面前。 可是闹归闹,联合国并不是解决情感问题的机构。 蒋亭福也根本不愿意再多看她一眼了。 唐玉瑞集中升职之下有了新的主意,她开始与蒋亭福形影不离起来。 只要对方一参加会议或者演讲,唐玉瑞便会不请自来,积极地坐在低排位置,而且总是踊跃交流提问。 后来逼得蒋亭福不得不采取提前清场的措施。 每与蒋亭福有外交活动,唐玉瑞会提前掌握她的详细行程, 然后以蒋太太的身份参加,有时候就出现了非常尴尬的画面。 因为现场能看见两位蒋太太,以至于一些活动不再邀请蒋亭福赴宴了。 唐玉瑞继续向国内求援,她写信给作家朋友们,请求撰文抨击蒋亭福, 接着找到了政府寻求帮助。 蒋亭福没有想到唐玉瑞会如此坚持, 其实她一直想通过合法途径与她离婚, 可是唐玉瑞始终不同意,葬礼共同出席。 有知情人称,在生命的最后一年,蒋亭福自知十日无多, 故而预先立下遗嘱,分配了自己的财产, 一半给她自己后来的夫人沈恩钦女士, 一半给从未与她离婚的唐玉瑞女士, 前者的一半处于对沈恩钦的爱, 而后者的一半大抵是处于对唐玉瑞的欠吧。 但是无论如何,那些逝去的人生走错了的道路终究是难以补足了。 推下政坛后的蒋亭福其实一直对年轻时候的学术研究念念不忘, 尤其是大陆时出版的那本《中国近代史》, 她一直赶快于这部作品还不是权威性质, 希望有生之年能再写出一部作为传世之作的《中国近代史》。 遗憾的是,她在任教期间要从事研究, 围观时期又没有闲暇,就连退休之后, 苍天也没给她这个机会。 1965年,70岁的蒋亭福在美国病逝, 这是离她退休,仅过去不到五个月。 以至于连她正在做的口述回忆录也还没能来得及完成, 有朋友感叹,蒋亭福在外交战场上打了一个接一个的胜仗, 真抵得过百万雄师。 如果她没有婚姻上的不幸与困扰, 也许还有几个胜仗可打,也许还有几本大书可写, 至少还可以多活十年八年。 这个说法不无道理, 值得一提的是,在蒋亭福生命的最后一程, 她的两个妻子共同出席了她的葬礼, 场面平静而和谐, 也许是因为那个能让唐玉瑞在婚姻中持续十八年心绪波动的男人, 已经永远地离开了。 面对蒋亭福后半生的风流悲剧, 传记文学,社长刘少棠的评价, 我想是最恰如其分的, 蒋亭福是一个成功的外交家, 却是一个失败的丈夫, 也是一个失败的父亲, 失败的关键, 就是他比一般男人多了一个女人。